出道20多年 將首度公彈的徐懷鈺 20日出席宣傳記者會 除了預告演唱會會有驚喜跟嘉賓外 還分享了浪姐的這些小秘密 手勢公彈的心情 當然會緊張 我在浪姐的時候是因為 我們都練習的時間很長 那時候是所有人都瘦 不是只有我瘦 回來第一件事情就是先休息 因為你要把沒有補足的精神 全部補回來 Ella嗎 會不會就是補足 我說Ella嗎 你幹嘛要直接說出來 王小莊不知道這件事 我們很愛裝的 其實我們今天才拉補足 昨天 對 所以我知道她已經是那個 對 所以妳有預先拆到她嗎 就是第一手消息我們其實都有 對 找她們來當嘉賓 就是我們那時候都有 對過大家的時間 就是大家都還蠻忙的 對 所以這妳以為我沒有先問過 有啦 我也先問過啦 就是大家的氣 我們大家都已經有那個問過 對 提示嗎 提示 我怎麼能給妳提示呢 妳那麼聰明 那妳總可以說吧 不行 跟妳有關係嗎 我們不然的黑隊 沒有 有些會 會覺得畢小王喔 不是 因為 有些可能沒有合作過 怎麼會這樣 會是合作過的 敲定 還是還在挑 我們 我怎麼能挑啊 這種嘉賓怎麼能夠用挑的 可是應該妳是主場耶 天后的 沒有 我們不能這樣挑別人 這樣人家會覺得 他們是被挑的 那我也曾經被挑過 如果我是剩下來的 那我不是很傷 妳們有了解過剩下來的感覺嗎 沒有 沒有 還是妳分享一下 對 妳分享一下 剩下來的感覺就是 妳必須要跟其他的那個 一起被剩下來的人 成為一組的組員 這樣子的感覺有沒有很難過 那要怎麼克服這種受挫的心情 他也不會是受挫 因為有時候 當剩下來的東西 他不會是最差的 就像我是女生 當初是別人不要的歌曲 但是我也不小心唱紅了 誰不要 妳說 妳說 我退掉的 誰不要 妳說 我不能講啊 幹嘛唱片公司不要 我怎麼能怪他 那就變妳的成名曲了 對 妳說後來為什麼 不想參加復活賽 妳們問到這個問題 我只能說 因為我剩下沒有幾個小時 可以準備 那個時間太短 真的太短了 所以我們才決定放棄 妳們不會覺得很可惜 就差一步就懲罰 但重點是妳不可以 可以拿一個 就是妳有準備好東西 對 但重點是 妳不可以沒有練習 然後妳就上去了 對 這樣子的話 妳單人個人的solo舞台 就會變得很 妳會被自己搞砸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既然沒有時間 那我就寧願放棄 對 就留下一個 給大家一個最完美的舞台 就我跟阿琳的 不要再接待 妳們聽了幾遍 很多遍 那請問人夫 妳不要問我這種問題啦 人夫要知道啊 我回去不聽好了 好 我就知道 來來來 我們現在記得囉 就是只有人夫沒有聽